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趨勢新指標 我是黃子東 今天的加權指數的表現 也許投資人會覺得說 好像不是那麼好看 但是其實我認為 以中長期的方向而言 基本上還是多方取得發球權 沒有問題 你可能會問 老師你為什麼會這麼講 那我們就先從國際股市的面向 來跟投資朋友稍微提一下 首先我認為這個地方 其實算是一個分水嶺 因為昨天你如果有 關注美國市場的話 是不是最大的消息 就是大家在屏息以待 想說FOMC的會議 究竟會怎樣表現 當然其實講的話 沒有出乎大家的預料之外 正常來講就是開始 每個月減少購債150億 那大概連續會減少8個月 才會減完嘛 你會覺得說 這個好像對於股市來講 是一個利空消息 但是我從第三季祭出 就已經開始跟你講了 因為我想市場在做這個動作 連準會不可能 今天開完會 明天就直接跟你宣布說 要減少購債 他會一直不斷的去測試市場 直到這個市場怎麼樣 即使我丟出相關的訊息 而市場都還表現得非常好 那就表示一件事情 我可以正式開始升息 正式開始減少購債 過去幾年都是這麼玩的 所以昨天你發現 每股四大指數 表現得還算不錯啊 對不對 那你可能會想說 真正是這個樣子的嗎 因為我說你稍微回溯一下 做一下功課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現在只是減少購債而已 而且他收回來的那些資金 其實減少購債之前也不是去買台灣的債券 都是買美國本土的債券 甚至是歐洲債券 然後你看 現在大家講到購債 是不是就會連動到升息 時間還久的很了 而且就算是未來升息 之前我說台北股市走大多頭 走多方格局的時候 2017年2018年 那個時候債券的利息 在3%以上都有 所以是不是即使 現在只是開始減少購債 就算是明年 甚至後年開始升息 是不是代表著 股市就不行了 答案是正好相反 所以我說目前為止 還是以國際面向來講 還是多方取得發球權 沒有問題 但是這個地方 以我們台北股市來講 剛好是一個分水嶺 所以我這段的節目 其實這幾天 你應該有聽我講 有兩檔個股 我是建議你 先做一個獲利了結的動作 我們今天不放重播了 我講的是這兩檔 3035的資源 跟3707的漢磊 我講的時間點是10月7號 到現在剛好一個月 這一個月我不知道投資人 你的操作步調是怎麼樣 因為我講 前面我跟你說 什麼東西基本上可以秉除 長期債券的這個問題 基本上就是新興電子 什麼叫新興電子 就是它跨入了一個新領域 基本上甚至是通貨膨脹 對它的影響幅度 都會相對較小 這一個月 我是這樣子跟你操作的 上一個月 我沒有叫你去做航運 因為只會越套越深 問題越來越大 我說過去這一個月 你如果做的是漢磊好了 當然我現在是希望你可以做一趟 獲利了結的動作 但是你不會覺得可惜吧 對不對 你從10月初 我跟你講的時候 報到現在 基本上我今天叫你賣 你不會覺得說 目前為止只賺一點點 你可以很輕鬆的 做獲利了結的動作 你不會眷戀 甚至搞不好 你還撐在這個地方 想說其實前面你就好想賣了 希望老師趕快跟你講 什麼時候是賣點 11月初開始 我這邊跟你講 你可以先做一趟 獲利了結的動作 那我們當然賺錢 我們是希望可以抓到整整的一波 買最低賣最高 那當然是最好 所以這一兩根 其實你不用虧損 甚至這一檔也是一樣 目前為止 黑K開始比紅K多 我想你會看技術分析的 或者是你是憑感覺的 應該都知道 盤式要開始轉弱了 先出一趟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後面再漲 魚尾留給別人吃 這一兩根黑K 基本上你不用吐回來 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相反的 我就要提醒投資人 今天盤式為什麼長這個樣子 其實跟幾個重要的族群有關係 其中一個族群就是航運 那現在的航運 因為這幾天 多方掌握發球權 對不對 所以它的成交佔比 又往上攀升 攀升到30% 其實這件事情 我是不樂見的 因為這個族群 過去的成交佔比 大約是3% 5% 甚至更低 2%以下都有 那只是因為價格上來了 大家開始追捧 大家開始注意 所以我這個地方 我先講一件事情 因為現在市場上面 有人在這樣講 我告訴你 今天新聞消息都在講說 馬斯基的股價創高了 如果有人是這樣子跟你分析 其實我認為 你應該要稍微小心留意一點 為什麼 因為那個叫做兩光分析 什麼叫兩光分析 我們以最高點來講 這件事情 其實我前面就有講過 馬斯基的股價 從最低到最高 就漲了3.35倍而已 結果咧 我們的萬海 以前的低點是在十幾塊 現在怎麼樣算 還是在200塊附近 這檔股票 我們台北股市的航運 是漲了20倍 然後人家馬斯基 從低點到高點 只漲了3倍多 所以今天馬斯基在創高 是不是同步的告訴你 說航運也要再創高 當然不是 基期就不一樣 所以如果有人用跟你講說 你看馬斯基今天在創高 用這樣的分析跟你類推說 所以航運也要再創高 那基本上你就要小心留意 兩光分析師 除了這個族群之外 剛好也牽扯到我們的大盤 前面我是不是這樣子跟你說 這一段 我們的大盤跟個股分析 基本上邏輯都是一致的 這段期間 我們跟你說過的低點轉折點 就是出現在10月5號 10月5號有手 我們就做多 所以這一波 我們是從10月5號做上來的 到什麼時間點 剛好就是這個禮拜發生了 通道上緣17198 結果你會發現大盤這幾個交易日 17198怎麼樣 就是沒有過嘛 都差一點點 擋在那個地方 後面我認為如果有主流族群的話 是很容易過的 因為它的附雲帶很薄 通道上緣 休息一下收斂一下 讓通道走平 基本上後面是有力上攻了 當然後面如果有經歷一個小修正 我認為那是對台股最健康的走勢 那大盤來到這個位階 所以這段期間 你可能會覺得說 個股今天怎麼發生這樣的情況 美股表現得很好 國際市場上面目前為止 現在是健康的走勢 問題點在我們台股自己本身 那你不能期待說 哇 盤勢每天都要漲 適度的壓回休息其實是好事 而且我看見穩中透強的味道 因為今天市場上面 資金在撤退的族群 都是前波在炒作的族群 譬如說 現在已經沒有人在講元宇宙了嘛 對不對 當然你說宏達電不好 其實我也沒有這麼說 因為你能從中賺取 一段利潤 中間其實是有一段的 如果你能夠賺得到 我也沒有跟你講說什麼 原宇宙不好 因為有件事情是 這就是我們台北股市的 遊戲規則嘛 你做某一個族群 甚至是網通 LED 全部都會說 我們叫做低軌衛星 LED就跟你講說 我們也叫做元宇宙 那個只是主力的 在市場上面的一種操作手法 所以我也沒有說它不好 只要你可以從中賺到一段 我站在客觀的角度看這件事情 所以我也因為我手上沒有宏達電 股性股性的問題而已啦 剛好我手上沒有這一支 但是如果你能夠從中獲利 其實基本上我也是恭喜你 只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目前為止 如果你眼睛夠力的話 你就會發現 費的說要縮減購債這件事情 但是我旁邊還放了一個 新台幣的走勢 你會發現新台幣目前為止是怎麼樣 是走穩的 是走強的 因為採取相對報價的問題 所以你看到線型往下 代表新台幣是強勢 表示一件事情 表示新台幣目前為止 是沒有問題的 是強勢的 資金動能是足夠的 它目前為止 因為剛好是一個縮減購債的議題 剛好做一個換位 也就是說前波炒熱的族群 它要把資金輪動到 另外一個族群 就這個樣子而已 當然今天的盤勢 你會覺得說好像是空方盤 那是因為不管是小閃戶 或者是阻力 今天他們要賣 當然是盡量賣得快一點 對不對 抓最後一隻老鼠 這叫做股市不對稱 可是買呢 我如果是阻力 或者是小閃戶都一樣 你要佈局 你是不是會想說 我低檔慢慢進 慢慢進 不要被別人發現 你剛開始佈局的時候 一定是這樣子 你賣的時候完全相反 誰要接我趕快全部給誰 所以賣 買的時候會慢慢墊高 但是賣的時候會瞬間崩跌 這就是股市的常態 遊戲規則就是這樣子走 所以你會以為說 今天好像是賣方盤 其實不盡然 那是因為 主力在做撤退的族群 你看起來會比較顯眼 但是主力在做布局的呢 看起來就沒有這麼顯眼 所以前面我們先做一個小總結 航運類股目前為止是 多方取得發球權 但是今天大家要開始打航運 前幾天我不是也這樣子講嗎 我說即使是多方取得發球權 第三季我們甚至還反手做空 那是因為航運的困境 你這段期間 如果你要操作航運 基本上不要看基本面 這個指標不準 也不要看技術面 也會失準 籌碼面可以完整的解讀 目前為止 航運類股的走勢 你自己驗證就知道了嘛 第三季大股東持有率 全部都是往下降的 為什麼現在多方取得發球權 是不是就是我這禮拜 開始跟你講的 因為大股東有買回來 所以航運類股目前為止 多方稍微取得發球權 但是我跟你講 你操作要小心 操作要留意 因為上方有很多的套勞賣壓 所以我是建議你做短 反而是抱波段 你可能聽不進去 你賺個當沖隔日沖 也許你就想走 目前為止現在的走勢 就按照我們的規劃 幾個族群下來 你就會知道 我們先完美的解釋一下 為什麼大盤今天 為什麼會這樣子走 這都是有原因的 當然這段期間 我說我也在我的社群平台 其實講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除了這個族群之外 我有說還有一個族群 因為這個族群 它走的是比較溫吞的走勢 不會一波到底 那我在我們的社群平台 既然有公開這個地方 我們就明講 前面明明是LED族群 但是主力就說 我們的VR眼鏡 切入的是元宇宙相關概念股 所以我們也是元宇宙 這件事情我說 因為我們之前剛好有 像漢權 像巨基 像台表科 目前為止這三檔股票 我們是全部都獲利出清 三檔都是獲利的 因為我說我樂見其成 你是LED 你就好好的說你是這個族群 但是偏偏要說VR眼鏡是元宇宙 那我就知道 可能是在 在講難聽一點 在抓交替 所以我們也先做一個 獲利了結的動作 這個是目前為止都還只是複習 前面我是不是跟你講 來 11 月 2 號的時候 8103 我們賣出漢權 也不求賣到最高點 吃我們可以吃的這一段 那我們講最久的是 3527的巨基 這檔股票 我甚至就基本面 就技術面 甚至跟你就籌碼面 例如說CV指標 量縮攀升 前面的時候 所以3527巨基的時候 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幾個重要的分點 例如說像元大 例如說像統一 都是呈現買超的 當然這個地方 我們再強調一下 我每天看個股的分點 我們會細部研究 但是我們不會公開 因為我做節目 我們是讓會員賺錢 這個是第一優先的任務 我們也怕被主力盯上 所以要說聲包含一下 我們不能在節目上面 公開每一檔個股 真正的厲害的分點 到底是哪幾家 都規劃在我們的行情之中 但是我們節目上 我們就如果是總部的話 我們當然就大方公開 大方呈現 前面是元大買超 統一買超 3527的巨基 當然目前為止轉弱了 所以這個地方 你開盤再去追 到今天為止 你會發現 好像利潤沒有這麼高 開始進入一個震盪整理 這個是我們節目必須要交代的 之前的節目也完整的 跟投資人介紹過一件事情 說10月21號 把訊息都秀給各位看 我們194.5買進 市價220賣出 訊息都公開在這個地方 當然其實昨天在社群平台 我有稍微講到一檔股票 因為我說目前為止 大盤來到這個位階 你分析國際股市之外 你當然也要針對我們台股 甚至是大盤 類股 個股 你都要掌握操作的節奏 像昨天其實有一檔股票 我在我的社群平台講而已 因為節目時間都只有半小時 不夠講 我講到一檔股票 環球金 6488 昨天表現得非常差 但是問題是這檔股票 昨天開始每個人都人人喊打的時候 我就開始跟你分析 站在操作的節奏 其實應該是怎麼樣 因為如果要說昨天的法說會 最重要的一個是世界 世界今天繼續弱 但是環球金今天是怎麼樣 今天是小漲的 為什麼他今天會止跌回穩 因為我建議投資人 你不要看著新聞消息面 而且還是隨便看 就是他的EPS 第二季9塊錢 第三季7塊錢 就這樣子說 他是一檔不好的股票 我說我們稍微比一下 環球金第二季毛利是36.7 結果法說會講說 第三季的毛利是39.1 人家是往上提高的 淨利呢 第二季是26% 第三季是30.4% 淨利跟毛利都是往上提升的 所以昨天你如果賣這檔股票的話 基本上就是賣在阿呆價位了 那為什麼會造成EPS減損 因為第一個 市創是採公允價值變動 環球金要併市創 這對他而言應該是一個長期發展 因為市場 第三的要併第四 基本上就是一個長線布局的概念 但是目前為止 他持有市創 佔比還很低 不到3% 所以採取的是公允變動 也就是說股價變動 會影響公司的帳上獲利 不是實際獲利 是帳上獲利 當然前面還有一個ECB折價 那ECB基本上 還是偏向於一個債券的概念 所以ECB發行給投資人是折價 代表什麼意思 中間的價差 就等於是給債券持有人的利息 所以是放在利息的部分 實務上公司沒有不賺錢 獲利、毛利、淨利是往上攀升的 所以投資人 你不要看到EPS減損 就想說我趕快把它賣掉 幾個重要的關鍵字 你稍微看懂 你就可以掌握操作的步調 反彈的幅度不會說很大 但是比世界先進好了 一檔股票掌握節奏 他今天為什麼反彈 又為什麼繼續跌 每一檔股票 其實都有他的原理跟道理在 那這檔股票 昨天是因為節目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沒有在節目上講 我們只是在社群平台公開 那現在我們推廣的是 Telegram的帳號 如果投資人你熟悉的是用LINE的話 你也可以掃描這個QR Code 或者是用搜尋小老鼠FGT 0262M的方式 近期我在社群平台的 就是跟你講說 現在不是大家在跟你講說什麼 網通 前面我就講了嘛 說網通股 其實就是低軌道衛星股嘛 目前為止還在半三腰 因為今天相關族群有行情 大家才發現說 原宇宙目前為止還只是一個議題 但是網通相關概念股 卻可以很快看到實質的獲利 所以投資人如果你習慣用的是LINE的話 當然你也可以用搜尋 小老鼠FGT0262M的方式 或者是掃描Telegram 兩個帳號我們都在積極的經營 那中間我們先廣告休息時間 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回來我們會繼續跟你講 哪一些網通族群 跟哪一些是低檔發動的族群 我們先進廣告 運達同步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第個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運達同步核心操盤團隊 幫助您不再妄讀欺探 特別開放專線 讓您立刻享受財富的擁抱 第個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讓您發很久 發很久 27810909 好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那我們現在節目的下半段 我們就直接公開說 到底哪些個股市投資人 可以稍微留意的 我們呈現的方式 這段期間我說我們呈現的方式 市場上面沒有人可以模仿 為什麼 因為現在市場上大部分的投顧老師 其實都是在玩一些虛招 比如說又有VIP 又有總統 又有清代 你真的搞清楚 每一個老師 他到底等級會員 分成多少個等級嗎 前面我們在節目上面 直接公開過 目前為止 我們股票就分4個等級 我盡量不開新的會員群組 搞一些什麼VIP總統 各級會員 每一級會員 你叫個三檔五檔 加起來不就是四五十檔了嗎 四五十檔他能不能挑出 幾檔股票來跟你講 很輕鬆 但是我說我們不開心的會員 因為我們的要務 第一個 我們也不缺會員 因為光舊會員續約 其實我們就過得還不錯了 講真的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說我們近期而言 我們秀訊息的方式是 各級會員 持股滿檔是幾檔 是三檔 為什麼會有三加一 我們的遊戲規則是這樣 如果三檔目前為止 帳上都是獲利的 都大賺 我們看到第四檔 非買不可的股票 可不可以再叫進第四檔 應該是可以接受了 我們不是這樣子 別人是叫了第一檔賠錢 第二檔賠錢 繼續再叫第四檔第五檔 好讓他表演 我們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是完整的公開 我們的持股是哪三檔 因為市場上面 沒有人敢這樣秀 沒有人 每一個人只跟你講說 你看我們這級會員 今天哪一檔賺 沒有人可以清楚的 完整交代 他一級會員 所有持股的訊息 沒有人敢這樣子秀 全市場只有我 昨天 因為節目時間不太夠 我們就把這件事情講完 昨天是11月3號 那明天 凌晨就是今天嘛 FED的會議聚焦在減債 我們先講一下 目前為止我們手中是三檔 6285的起基 3059的華晶科 3033的威健 一檔一檔的來看 首先我們來看第一檔 6285的起基 網通相關概念股 今天怎麼樣 今天大盤表現的不好 今天這一檔股票 上漲2.17% 那我是老師 不是神 我們是要創造一個 穩健的獲利績效 有沒有穩健 人家在創高 我們就續報 非常的合理 沒有亂賣 因為從基本面 從技術面 甚至是從籌碼面 我都對這一檔 甚至對這個族群 寮若指掌 人家第三季是技增的 那你說它是低軌道衛星嗎 其實它就是做路由器 那射頻模組到第四季 基本上又是旺季 甚至我跟你介紹過的 CV Charkings進階指標 它是攀升的 前兩天洗一根很醜的黑K 全部會員幫我們做見證 我們有沒有在這個地方亂賣 沒有 不像別人表演 是啊什麼出一半出一半 我們不搞這一套 目前為止 如果我們對這一檔的掌握度 就是多方格局 我們就續報嘛 目前為止是不是創高 那今天的節目時間 可能不太夠 這三檔今天其實 哪些表現得比較好 我們三檔嘛 3059的華晶科 其實今天表現得 稍微比較好一點 今天這檔股票 漲4.92% 那我們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呈現告訴投資人 你應該如何掌握節奏 操作你的每一檔股票 當然我們對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甚至是對會員的保證 就是我們各級會員 你應該是哪一級的 你清清楚楚 你的持股幾檔是滿檔 也非常的清清楚楚 節目時間就到這個地方 助手之人操作順利 我們下集見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君以下集團 立判 小事